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肮脏不能拿经书 不能人字形的倒扣朝下放置 不能放在肚脐眼以下位置 不能放在座椅凳子上 等等 比方说卫生间等气场不敬之地 最好不要放置经书 也不要和其他杂书 譬如黄色小说放在一起 最好凭着放 因为有些经书里有菩萨的像 易竖起来就怕有灵性进去 单纯的经文权式字的话 竖起来也没关系 如果经书受潮了 能晒就晒 如果实在不行了 就用红布包起来 保存一年后再处理 一年之后再念七遍 礼佛大颤悔文 把经书包一包 送到庙里 如果严重毁损经书 需要念二十一遍 礼佛大颤悔文 如果早已实在看不清的 就已不试经文 可随便处理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